一辆救护车从家定赶来 十岁的陆楚营 不小心在放学途中 将右脚卷入父亲的摩托车 这已经是他转的第三家医院 满怀着最后的希望转了三家医院 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 如果血运不好的时间太长 陆楚营还是要节制 那个医生说快点快点送上海 或者是嘉兴送到来 这里不行 我们就直接马上车子开到嘉山 嘉山医生看一下也是不行 也要交的送上海 送到上海相当于用了有五个多小时吧 那是真的比较急 你看 面对年仅十岁的女儿 父亲极度愧疚 母亲极度心疼 两个人的情绪都非常糟糕 我当时一开拆开了一看 我都吓得了 哭得了真的要命 但一大块就是肉没有了 就一根骨头嘛 在那里啊 看见我真的是心痛死了 我还怕那个有生命危险 我问那个救护车上的人说 我说 到底开得上海有多久 我还急死了 那时候我们是比较急的 我们毕竟小孩少 就这一个小孩子 当时小孩子和家属的情绪都非常激动 甚至有些失控 当时我面对这种患者的第一情绪 第一反应就是 我必须制止他们 你不要哭 你哭的话孩子更要哭了 好不好 你又哭不及有问题 好不好 孩子很容易受到你的影响 你看你自己要静静一点 孩子放心安慰 孩子也会安静一点 好不好 肩负这家人的希望 谢雪涛一声明白 此刻只有赢得病人和家属的信任与配合 才能不令他们失望 你可以动的 来动一下 能动的 来脚趾头动一下 来 亲我的好不好 我们动一下 来 叫什么名字 脚趾头动一下 脚趾头来 脚趾头动 对 对 这样动 来 再动一下 来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这个知道吗 这知道吗 摸你知道吗 知道的 应该可以 它应该内侧应该 内侧应该还好的 内侧没有道理说不好的 血液应该是应该可以恢复的 因为它可能包在外面 不一定的 就往那边撤一点 他先是当机立断 迅速让父母震静下来 然后对陆厨营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防止漏诊 其他地方不痛吧 没有 其他地方 除了这个地方 再想一想 其他地方有没有 其他地方痛 那 大腿是否是 大腿是否太多 那 哪 对吧 大腿上面 大腿上面 小腿是否 小腿是否 他扑了一起 裤子拉起来 来 在我检查完患者的一个局部血运之后 还要评估患者的全身情况 因为小患者因为过度的惊恐疼痛 而导致一个其他部位 身上的一个遗漏 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个漏斩 我知道你很乖的 好吗 先拍片是吧 先拍片 拍完片在报告的时候去抽 这脚不痛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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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有痛 有你正好 葵花药业与您共同关注 急诊室故事 本栏目由葵花魏康临冠名播出 葵花魏康临 止痛更治痛治疗老胃病 那个报告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之后谢雪涛医生花费了大量时间安抚陆处营 希望能减轻她的恐惧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老婆 老婆你弄得不好吗 别够 待会我们前准人马上就过来 给你看一下 这坚定而温暖的声音 让陆处营神奇的不再哀叫 变成一个勇敢的小战士 成功完成了手术 财族跟我们说过了 我把你这图片给财族看了 像这种小孩子的急性的损伤呢 在我们这里还是很多的 对小孩本身来说 这是一个突发性的恶性的刺激 所以对他的心理啊 对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他非常处在一种恐惧的状态 然后将来可能对医院啊 对各种环境也会一种恐惧感 你还不害怕做手术 要打麻掉的 你知道的 我们打半身麻嘴 你还知道的 打麻嘴你不痛了 不痛了还怕吗 你不痛了 你就睡觉 想困了就想睡觉 做完手术 你爸爸妈妈就可以见到你 你可以见到你爸爸妈妈了 好不好 手中间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在外面 你反正也不痛 医生在里面做手术 好不好 这也不要害怕啊 勇敢一点 不能从手术里面出事出来 流血眼泪出来的 听明白了啊 分的两到三不四比较长 这就给我们 我把这给你们一次 这第一次 现在都是独生之女 而且还连续转了三家医院 那么我相信他们在路上 一直是很彷徨和无助的 出现这样的情绪的一个激动 我非常能够理解 你爸爸妈妈一直抬着 对 这样可以吧 这样就好了啊 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说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 一定要让家长情绪要冷静下来 这样嘛 我们才能够对患者的病情 做一个真实的客观的一个了解 有点冷啊 手伸一点 这样吧 脚上了吗 脚上不了啊 真的 他爸爸肯定也是自责的 搞成这个样子 这么大的伤害 因为害怕 给孩子带来那个后遗症嘛 他毕竟还是小 他也没的 就是说以后再也不敢坐 他爸爸的车子了 他说 他以后对那种车啊什么 肯定是有一定的害怕性的 这个 希望他早上的 成长过程都慢慢适应 不顾一切赶来的陆家人 不会想到 家定当地医院 非常及时地与六院进行了联系 使得小陆楚莹 这例高难度的皮斑手术 可以由六院骨科负责人 柴艺民主人亲自完成 在转院这场生死毒株里 毫不知情的陆家人 看似被幸运眷顾 而幸运的背后 是每一位医护人员的周到安排 从一家又一家医院转院的过程 伴随着病人和家属 极度的焦虑 恐惧 悲痛 以及希望 当最后的希望 汇集到最后一家医院 医生们面对的是 各种放大到顶点的痛苦 挽救生命 救助病痛 正是医生存在的价值 此刻 当我们已经把 最后的托付给他们 彼此信任与配合 会不会正是世间最好的领域 一天 抢救师护士正在交班 年轻22岁的小伙子江旭进来 他在太仓工厂工作的时候 正直手 绞进了两个滚筒里 血肉模糊 老板和姑父赶快把他送来六院 希望医生可以保住他年轻的右手 好了没有 能不能停一会儿 能醒着吧 嗯 知道自己在哪里吧 第一遍 多少时间了 大概两三个小时了吧 现在摸你这个感觉有没有 这个地方没有 我第一次打开这个手 我可以看到 患者的手掌的皮肤 全部已经像脱手套一样 从手掌部分撕脱 此留有手指一部分皮肤 他的肌腱和骨头 全部露在外面 当触摸他的手指的时候 患者的部分手指是没有感觉的 他曾经有一度的昏运 那么说明患者的闯伤 还有他的疼痛 出血都非常严重 江旭的手伤非常严重 正在大量出血 如果不能止血 不但手保不住 生命也有危险 但江旭并不在乎 能不能止血 他对让他难受的止血带 产生了巨大的抗拒 医生 帮我松一会儿吧 真的受不了了 挺不住了 真的 你快 医生 求求你帮我松一下 他 现在这个感觉 太难受了 你现在在哪里不在不舒服 这个胳膊你帮我松一下 不能松 不能松 你稍微松一下 我求求你了 一松开止血带 鲜血就喷泳而出 葛江旭的折腾 一刻都没有停下来 他不断地喊着难受 想把止血带弄下来 受不了了 他太难受了 这个患者多次 恳求我们给他解除止血带 但是因为患者失血较多 面色苍白 心率偏快 为了让患者生命体症尽快稳定 尽快上手术台 我们坚决地拒绝了患者的请求 医生啊 你快帮帮我 我帮你了 你就是说他要坚持一下的 上个止血带 我坚持不了了 你要取开之后 那个失血呢 知道吧 一会儿就 他缓一缓 你再帮我 一会儿就好了 好不好 咱都跟他说我 你快松一下 我要拔了 你不要动 年轻的江旭 自己解下止血带的时候 完全没有意识到 短暂的舒适 可能会造就一生的遗憾 小伙子啊 你要听话的 你要那个 稍稍坚持一下的 坚持不了的 这个 我知道你很痛苦 很难受 我们知道 太痛苦 但是你要 要考虑考虑 你这手啊 好吗 我坐一会儿吧 不能坐 你坐也不想坐 你别爱我 活动活动 别爱我 你扶扶我 你别爱我 在此绑上止血带的江旭 又开始心一轮地折腾 他不停挣扎 变换姿势 想要缓解不适 你要干嘛 我想坐一会儿 不能坐 为什么 坐就晕过去的 你脸色很白的 你知道吗 太难受 你别爱我 我不舒服 他这个 肯定不舒服的 生病了 谁会舒服的 没人会舒服的 我蹭蹭身子 绑之血带 是一些很难受的事情 把他上臂绑了 将近一个小时 然后他就不停地烦躁 想坐起来 当时我看的 比较旧行 因为他失血比较严重 又有点休克表现 为了他的生命着想 我觉得他能认的话 还是应该忍一下 好好了 这样来听话 坚持一会儿啊 对 你个男人 知道我这也是 胡说不了的 那我这个送一下 不能说 你刚刚都已经 自己送了两次了 你看 对啊 不能再送了 送一送 这样都可以绑起来 我跟你说 你不要怪我 哎呀 死了 死不了的 这里有人在 怎么会死掉呢 这么听不着 你这么在年纪的 让我稍微坐一会儿 不可以坐啊 我求求你 躺好了 我给你摇起来一点 你不要坐 好吧 听话 听话 你头抬下去啊 头放下去 头放下去 我给你摇高一点啊 你这样动来动去 反而消耗自己的体力 你干嘛 哎哎哎 阿姨把你绑起来 那利捷拿 又说再给我 不要动 把你绑起来 我跟你说 不要怪我 说你自己 他要死了 在那个手术什么时候 你不要动 不要绑 我老是 你老是什么呢 你告诉我 变说多少遍 你是成人啊 二十二岁 话听得懂的呀 有自己能力的呀 还动啊 不动了 不动 你再动 你再把它试试看 嗯 我不动了 为了你好呀 没害你了 怎么了 当时为了他 什么一照相 我觉得我就当时 说了一些狠话 我觉得说 如果你再爬起来 我就把你绑起来 希望他能够听进去 能够配合我们治疗 护士们的良苦用心 并没有让抢救室里的 姜旭平静下来 抢救室外 骨科医生 准备好了手术方案 开始和姜旭的家属交通 第一个节肢 对吧 第二个 手不管它 只做这个 手脱套的地方的 这个 这个 打薄 回指 这个手指 就看他自己的 当时损伤的情况了 还有一种方案 更基底的 就是从其他地方 比如说从前臂 从脚上 我们取静脉过来 取静脉 取血管过来 两边血管接通 但是它本身 这边血管就不好 所以你这么积极的方案 要不要考虑 你们这个要 你认为哪一个方案 比较比较 这个风险肯定是要冒的 取静脉成功率不高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有损伤 第二个 你远端的话 你接过去之后 这边如果血要 拴筛了的话 白接了 保证这个手 最高的成活率的话 这是唯一一个 能提高它成活率的方法 我只能这样讲 一致静脉 一致静脉 三种方案 三种方案 对 再动了 再动真的绑起来了 有点自制能力 好吗 坚持一下 喝点水吧 同事 家属 医生 都在尽全力 想保住姜旭的手 但姜旭宁愿 不要这只手 也要舒服一下 他 他不顺 他就发酸 你肯定发酸 你这制动不能动 往里一点 手放里面往下一点 我告诉你 往哪个位置 行了 你就这样 捏稍微活动活动 就可以了 没捏到地方 他不舒服 你当我们很闲手了 这不是按摩电脑 对啊 你当我们很闲手了 你没捏到地方 他没管用 叫这个哥哥给你 让家属进来 帮我弄 不是 我上一点 他因为一直往下滑 太高了 你这么滑 你看你坐的 你看人家 你看人家 一直在 一下都不动 他那个不痛 他又不知血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痛 人家的罪 你怎么不知道 医生 你把我接起 健保吧 这个滞血带绑的 他们 就上面吗 这边 对 医生 护士 工友 轮流给江旭当按摩师 老板和姑父 还在继续讨论 他的手术方案 舒服一点 接着一动 排除 排除 最后一步 就是说 消保体压 消保 对对对 然后手指让他 让他自己慢慢地观察看看 到底 到底怎么样 我刚才看了之后 只有静满血 估计 这个保安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 不是很好 其他的嘛 你只能 大家就是尝试一下 一起去冒险 直接清楚地过来一下 他娘呢 爹娘呢 在山东 他一定不可能过来 但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的意思 你后来 你打个电话 你跟他们说一下这个事情 毕竟是父母 这个事情 早晚要知道的 你不如让他参与到 这个制定的 这个方案 制定里面 肯定 对吧 这样人家还不会后悔 你到时候人家 人家到时候有问题的 我的意思就是 他以最大的能力 去走去 对对 我肯定是你 不管怎么样 一直 给他切个脚上 切个扛口 没关系 一直 你一步一步往后退 最大的可能不行 第二种可能 在第三种可能 肯定是这样做的 行啊 那你们 就你们尽力 帮帮忙 这个你放心 这个你放心 你这么准备 我们马上去做通知 我们现在去跟他们 你们马上我要签字的 谈话现在手术我们已经准备起来了 好 那就这样 你们去跟他们在商量上来 定了方案之后再过来 好吧 好吧 手术进入准备阶段 但万事俱备 江旭的东风迟迟难来 他再次折磨直血带 让自己的身体各项指标 都无法达到手术的要求 等一会儿先 现在手术放一点 您是 他现在很过敏 手术乱动 爬起来 往下一点 往里一点 绝对多少 放过来 现在自己手拉掉了他 现在已经又放掉了 怪不得出血这么多 你看你地下全是血 你知道吗 我没有在害你 在帮 在救你 难受肯定有的呀 什么事都要克服一下 他当时很难受 然后 臭母在的时候 他自己偷偷地把绝对放掉了 其实我当时心里 比较生气的 但是更多的是为他而担心 我觉得对他来说 他自己太不负责任了 你别推我 越推越累 姜徐的脸 已经因为失血而变得苦白 再不手术 不止手保不住 命也难保了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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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帮帮我 我跟你说一下 你现在知道 你这个手大体是什么情况了吧 前面 自己的手自己看过吧 现在你的手是远端 是血运也不是很好 前面你那个是姑父 跟他聊 跟他说过你这个手的伤情的 他现在在联系你的父母 对吧 跟你说一下 你这个手术方案 大体上的手术方案 有三种 第一个是节调 整个节调 对 对 我也跟他们说了 这么年轻 又是右手 对吧 他们也觉得 这个要用积极的方法 尽量帮你保这个手 所以要配合我们 好吧 你先躺好 先躺好 最好的弄 什么时候手术 我们已经在帮你尽快安排手术了 还要多久 先要保证你上去 能够承受得住这个手术 还要多久 还要多久要看你自己了 你要配合我们 你看你兄弟一百三十几次 我们做手术 你兄弟一百三十几次 我们不敢给你手术来 你上去之后 你也自己知道 刚刚来的时候 刚才你也跟我说过 人都有点不清楚了 我们现在先要保证你安全 好吧 所以受伤肯定会不舒服 很痛苦 但是你想想你的手 是一辈子的事情 好吧 你一定要忍 没有办法 患者知觉比较多 血压不稳定 也比较烦躁 而且血压波动和心率的波动 对我们手术和血管 都是有影响的 导致手术失败的风险 是比较大的 因此我们需要患者进行配合 好吧 好 那就这样 医生 医生 帮我把这个外套搞掉吧 没法搞的呀 剪掉它要吗 剪掉吧 不配合的江旭 很快将措施手术良机 为了让他平静 所有人都开始紧张 又一位护士前来帮忙 老板和姑父 也都努力安抚江旭 手术的必要条件 是平稳的心跳 平稳的血压 平稳的生命提升 可是经过几轮安抚 江旭还是达不到条件 是不是得节制 没有 我得怕它时间拖得越长 它会合了 多长时间才能拖 时间没问题 跟你的时间没问题 你这什么都稳定了 你才不说 给你添麻烦的姑父 你心情平静一点 别急 以后玩不了摩托错了 真玩不了了 这最好的语言 你放心 他心跳不快的呀 是他动弹之后呀 他前面不停的动弹 你看 你不要再乱动弹 你不动弹 各条件就符合了 就给你赶紧他们去做手术吧 你前面不停我的 你不停的动弹 心跳就快了 好吧 你要配合一下的啊 我们接到手术室通知 这个患者可以去做手术了 但是因为患者相当烦躁 患者心跳血压 都达不到一个安全手术的标准 所以我们延缓了患者手术时间 时间到了吧 你别骗我呀 手术退迟了 和江许同岁的实习医生韩晓俊 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试一试 要装爆了我感觉 不会爆了 还有12分钟 没骗你 心率还没平静吗 对 还有130斤 正常是多少 正常吗 按照你这个提醒来看 平时应该比较健康的话 大概六七十吧 顶多不超过一百年 你不要紧啊 我们说说话就好了 江许这位患者的年龄是22岁 然后我也是22岁 我们两个年龄比较相仿 所以我当时就通过和他聊天的方式 想转移他的注意力 在聊一些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 他会显得比较放松 这样子的话 他的生命体称也会更趋向于平稳 结婚了吧 没有 没有啊 有女朋友啊 没有 没有 刚才那几个都是你谁呀 朋友 老板 哪个是老板 瘦的还是胖的 瘦的 瘦的 胖的是我辜负 就你一个人在太常工作 还有你辜负 对 太过瘾了 你可能太紧张了 现在那个一放下来 那心力就下来了 现在才八十七 差不多 给他送吧 给他送送不是吧 放心 我们这儿借的挺好 江旭的生命体称终于达标了 他被送进了手术室 抢救室的医护人员成功了 接力棒交到了骨客医生的手上 刘申 陆胜迪 涂冰等医生们 在手术室里开始新一轮奋战 江旭的手术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从他进入医院到完成手术 一共有19位医护人员为了保住他的手而努力 在江旭无法打败自己这个最大的敌人时 他们成了他最坚实的依靠 蜘蛛 逼他最好的 逼他修行